就在圆灯老六要动手了一瞬间 突然 一股恐怖的时间法子 瞬间镇压而下 仙谷老贼 你果然没死 你以为夺赦重生 就能瞒住伟大的神尊陛下吗 天堂有路你不足 地狱无门自来投 今日我妖月定要让你知道得罪我的后 时光奥运 大吃缓术 妖月神帝刚一出现 瞬间就给仙谷老贼套了个十万倍吃坏 直接让他速度变得无比缓慢 连施展神通秘术逃走的机会都没有 仙谷老二 杀了我此生最爱之人 这个血海深仇 其欲就此了结了吧 唯一领域 万鬼是我 死神收割 时光进步 岁月之刃 时空暴乱 太这么欺负人了 连能老六在两大半部神祖的围攻之下 当场就被活活打死了 死得很憋屈 根本连还手之力都没有 他刚刚夺赦成功 还没有恢复半部神祖的修为 被两大半部神祖为 自然只能被活活虐杀 这个结局 一点都不意外 拒缺古神看着刚才还嚣张无比 气焰滔天的仙谷神帝 被活活打死以后 非常庆幸自己英明的决策 幸亏自己提前归顺了阉神殿主 否则跟着仙谷神帝一起赋予顽抗 这波搞不好也被人活活打死 属下拜见妖月长老 拜见鬼异长老 鬼异神帝淡淡白白手 起来吧 你小子运气不错 幸好我们来得及时 这仙谷神帝被全远神尊华掉了名字 被天道震杀 但是元神未灭 罗舍从身后 想要卷土重来 这老贼不过是自寻死路 这次应该是彻底死了吧 元神都被我碾成了灰 妖月神帝确认了一下 咱们该回去向神尊复命 很快 妖月神帝和鬼异神帝就已可 三天后 一道宿命之环 从天而降 落在了神界十万大山神祖 一条时间长河在虚空中引现 别能老六浑身为理不振的 从宿命之环中走 神环玄机化为一本人书 你们特么的太欺负人了 两大半部神祖围攻了 半部神祖之力的攻击实在太恐怖 虽然有人输住我复活重生 可是这一次境界 直接跌落到混沌真神中期了 本帝也没想到 那陈元祥会如此多以紧张 即便我被天道阵杀 他还是不放心 派遣了妖月和鬼异 这两个老贼来狙击我 若是本帝全胜时期 即便一敌二又如何 他们趁我修为没恢复 对我下次毒手简直不讲武的 仙谷神帝也是很无奈 虽然人书未能逆天 几乎可以无限重生 可是重生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波修为跌落到神帝中期 要是再遇到妖月和鬼异 这两个老名 那就更加不是对手 不行 这神界太危险 以我现在的状况 恐怕短时间内 无法恢复到半部神祖之际 要是继续在神界屠城 恐怕立刻就会迎来强势打击 不如下界去吧 去仙界屠城 虽然那些漏语修为弱性 但是多杀点也能补回来 就在元能破开虚空 逃往下界之后 整个神界的格局 在燕神殿的带领下 引来了史无前例的巨变 三足鼎立的局势 终于彻底被改变 神界大一统 龙女接任神庭最高领导人一职 神庭 妖庭 鬼庭 分别在龙女 妖月 鬼异三人的带领下 归顺燕神殿 陈远神尊 威震神界 成为至高无上的万界神尊 与此同时 真正激动人心的时代 也终于到来 燕神殿兴建一万座永生之城 并开通了永生之门 听闻只要成为燕神殿内门弟子 便有资格进入永生之门 在世界树下 正到永生 一时间 无数神人 雕神 鬼神 纷纷报名加入 但是现在的燕神殿 早已今非昔比 想要加入燕神殿 成为内门弟子 已经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 需要经过层层筛选考核 但这依然挡不住众神的热情 平均每天排队正道的 就有一千多万人 每天都是络绎不绝 竞争激烈 大量神界强者正道 而且他们几乎都是以第五只卖正道 这就导致以主卖正道 第二只卖正道 第三只卖正道 第四只卖正道的先驱者 获得了不可思议的好处 他们一个个修为实力 开始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疯狂暴征 宇宙快速进化的红利 彻底爆发了 龙女很快就突破了神帝巅峰之际 古月子 红灵 地基 雪黄 丹英 百变 玉瑶 九莲 所有主卖正道者 全都突破了神帝之际 除此之外 还有狗三 鬼强神帝 鬼圣神帝 等成功突破神帝中期 以第二只卖正道的 林指洛 萧若宇 赵玉琪 徐乐乐 何指英 耀青潭 等所有绑定的田狗 也全都突破了古神之境 不仅仅是这些 刘文哲也在沉远的帮助行 突破古神境 还有最早一批收服的鸣轩圣王 火云圣王 火毒圣皇 乾坤圣帝 九月仙子等 也几乎全都突破了永恒真神之境 等同于古神境 最早那一批 以第二只卖正道 就算是一个最不起眼的人 现在修为最低 也突破了大道真神之境 成长为一代绝世强者 陈炎诺 陈炎希两兄妹 也成功突破大道真神之境 时光飞逝 岁月如梭 三年时间 一画而过 这三年时间 每天一千多万神界强者排队正 这是什么神仙体验 陈炎的个人实力 等于每天都会增加 一千多万神界强者实力的总 虽然这些正道选手里面 有很多修为都比较低 有可能只有神人景 可是这个数量加起 那也无比苦 并且这些正道之人里面 其中不乏高手 陈炎每天实力都在疯狂抱着 本体宇宙 每一天都在疯狂进化 除了有正道强者 不断提供修为力 本体宇宙 同样也在快速吞噬万界深渊世纪 原本那些已经废弃的 八千个超大型宇宙废墟 目前已经被本体宇宙 全部吞噬炼完 宇宙空间直径 也扩张到了五十万亿光亿 陈炎能够预感到 他距离进化为超大型宇宙 只是时间问题 妖月神帝和诡异神帝的修为 虽然还没有突破神祖之境 他们早已经达到了 半步神祖极限中的极限 可能是受到了宇宙瓶颈的束缚 只要陈炎本体宇宙成功 进化为超大型宇宙 他们才能真正打破之谷 彻底起飞 不过这一切 好像并不遥远了 划分两头 此时的白黄分身 在无界渊中闯过了重重关卡 终于进入了不死神帝的传承目的 并获得九转不死神功 但是这个时候白黄分身才发现 不死神帝的传承之谱 已经被人以前取走了 他动用时光回祖 才发现真相 好家伙 人叔原来已经被取走了 是圆能老六这个家伙干的 人叔拥有更改宿命 其死回生之威能 即便被斩杀之后也能复活 圆能这老六 他可能没有死 这无界渊中拥有阻隔意识同步的功能 我的动用一些手段 才能让本尊得知这个消息 白黄现在已经突破神帝之境 想要做到这一点 倒也不算太难 很快 陈远本尊就知道了这件事 好家伙 这圆能小儿居然有如此造化 他不仅没死 还获得了人叔 更是被仙谷神帝夺赦 那么到底是他恋化了仙谷神帝的元神 还是仙谷神帝夺赦了他 不管怎么样 他有人疏护体 恐怕上次妖月和诡异联手 都并未将他彻底斩杀 他还有随身系统 要不是我有天叔可观测万计 这圆能老六没准连我都欺骗了 根据天叔的锁定 他似乎逃到仙界去 陈远当即传令妖月 诡异 容女 三人下界一趟 捉拿袁能老六 这一次命令 能不杀就不杀 最好能将其活捉 否则杀了倒不好又赴 这家伙实在太懂了 仙剑 容仙山 袁能此刻已经化身为一名先锋盗谷的老者 自称古元先帝 创建了古元先宗 他在三年前开宗立台 疯狂招收弟子 破章门派势力 与各大仙门之间 产生了巨大的利益冲突 因此引发了好几场灭城之战 但是门派之间的灭门冲突 在仙界本来就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 因此这件事情也没引起神界注意 此时的元能老六 经过了好几场灭东之战 俘入了数十亿仙人 他已经恢复神帝后期的竞技 还是有些束手束脚的呀 不能放开手紧 大杀四方 否则我早已经恢复神帝巅峰了 不过这样子 虽然慢了 但不会引发神界那群狗贼的注意 等我恢复半部神祖境 再去无界冤恋化神祖之愿 到时候沉远这狗贼都不一定是我的对手 仙古神帝这个念头刚刚落下 突然 古元仙宗上空 一道神界之门轰然开启 仙古老二 这老贼居然没有死 害得本帝被神尊批评 今天你恪魔的插翅难逃 莫曹 诡异老二 一时之间 古元仙宗数万名弟子 齐刷刷地跪在了地上 是天神 这是神界的气息 有神界大佬强者将领领 我靠 有实力打通神界与仙界未免的强者 这至少是真神级别的实力了 拜见上神 求上神收小仙为徒 这时 又有两名气息浩瀚无垠的角色美女 风燃降临 总共有三人 分别是鬼异神 妖月神帝 龙女神帝 就算是修为最弱的龙女 他此时修为也已经突破神帝巅峰之际 距离半部神祖都只有一步之遥 仙古神帝有些不可思议的看着龙女 他修为实力居然超过了自己 这这么的简直离谱 虚风锁定 空间封印 三大强者连手封印虚空 直接将古元仙宗附近 方元几十亿光年都全部封印了起 所有仙人都无法动用半点空间位移之术 就连飞行之力都被剥夺了 任何法术都不能使用 妖月神帝语气淡漠地说 仙古 你逃不掉了 赶紧束手就擒吧 诡异神帝忍不住击祖道 仙古老 本帝没想到你居然这么为止 堂堂上界至尊 威震诸天万界的仙古神帝 现在居然苟到仙界来为所发育了 你可真是个老六 龙女真心劝祥道 仙古神帝 能不能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如果你当初愿意归顺陈远神尊 也不至于落得如此田地 听我一句劝 跟我们回去吧 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只要你愿意真心臣服神尊 交出人书 以神尊的宽宏大量 他不会计较你之前犯下的弥天大罪 说不定你还能赐予你第二只卖正义 让你重回半部神主之境 能够迷不知 现在陈远神尊的力量 已经强大到不可想象的地步 就算你仙古真的突破了神主之境 貌似都不一定能干过 现在还继续完抗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狗东西 叛逆之徒 有什么资格在本地面前大放厥词 你们不过是想要人书吧 想要联手将我活捉 然后敬献给陈远小儿领功 简直痴心妄想 本地就算是粉身岁五一万里 那陈远小儿也别想得到人书 神体自爆 人神自毁 轰隆 仙古神帝不断自爆 他宁死也不愿意被活捉 人书他是绝对不会交出去的 只要不被活捉 怕有人输固体可以无限复复 陈远小儿还想要人书 你们怕是在想必吃 神帝自爆的威力隔气 下一命 一股毁天灭地的蘑菇云 以古猿仙踪为中心 瞬间横扫了方圆三千万光 数十一个仙门 在这次超级自爆中被当场灭终 仙古自爆 给仙界造成了难以想象的灾难 妖怨 鬼 龙女三人脸色都有些挺轻 这一次没能将仙古活捉 让他自爆 产生了如此灾难性的后悟 你怕是不好向神尊交叉了 妖怨神帝当场施展禁终 时光倒流 他以消耗自身一百亿年的寿人为代 让时光倒流到仙古自爆之前 想要逆天改变 阻止仙古自爆 将他活捉 但是时光倒流之后 仙古再次自爆了 根本就阻止不了 对方曾经也达到过半不神祖籍的境界 想要将他束缚活捉 实在太过困难 他自己想死 根本担不住 他们最终能够做 仅仅只是挡住仙古自爆的威能不被扩散 从来一次 尽量减少伤疾无辜 摇跃神帝一脸无奈的 没办法 短时间内 我不可能再施展第二次时光倒流 将一名神帝级强者复活 这一次我已经元气大少了 只能回去向神尊复命 走吧 咱们回去向神尊比赢起 仙古有人输不提 他应该要不了多久就会复 但是复活重生的位置不确定 仙界太大 就算咱们三人连手 神念也无法完全服务 谁也不知道他会重生复活在什么地上 这老小子如此猥琐 他没准会复活在凡界也说不一定 咱们这里守着也没什么意义 很快 三人回到灵霄宝殿 向陈远禀明了一下具体情况 陈远闻言笑了 好家伙 脾气这么刚烈的吗 我不管你是元能老六 还是仙古神帝 你小子不是喜欢自爆吗 让我看看你到底能自爆多少回 传令下去 边神殿所有神帝强者集体出动 所有古神强者集体出动 百亿神界大军全军出击 我要你们在神界 仙界 凡界 整个万界深渊世界全方位不扣 一旦发现元能复活的痕迹 立刻禀报上级 神帝强者随时准备出手镇压 你不是很能跑吗 我还就不信了 老子百亿大军捉不住你的老六 随着陈远命令的下达 整个燕神殿 瞬间全部出动 燕神殿如今在诸天万界的势力 不仅仅只有百亿正道圣人 还有数千亿万门弟子 数十万亿的会员 这些人全都可以发动起来 形成对诸天万界的全方位监控 十天后 元能果然就在凡界的一块 蛮荒大陆上复活 唯一 妖月 我怕你们怎么样也想不到 本地这一次重生复活的地 是凡界吧 就算你真的猜到了又如何 凡界有亿亿万大陆 你们想要找到本地 无异于大海捞针 同时凡界气运混乱 天道规则不写 就算是天书也不一定能叫我锁定 不过这一次自保 修为跌落到神帝出七了 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 虽然我有人数不停 无惧死我 可是每一次复活都掉境界 这也太伤了 一想到当年无比崇拜他的法师龙 现在已经是神殿巅峰了 而他反而境界跌落到神帝出七 这就莫名有点难受 不过我有系统加人数 恢复神帝巅峰 应该也不需要太久 元能复活 在蛮荒大陆上引起了一阵天地 很快他就被举报了 并且这个消息迅速传到了 此区一步控范围内的至高灵 狗三神帝耳中 好啊 这仙谷老儿居然复活到狗爷的地盘上了 立刻将这个消息通知妖阅神帝大人 狗爷我先去拦着他 拖住他一会儿 狗三觉醒了 紫禁笑天神犬绝命 如今修为又突破了神帝中期 他虽然清楚自己肯定是打不过仙谷神帝的 毕竟他是碾压了一个时代的无上强者 可自己拥有传承秘符 天狗吞月 此秘法需要神帝级以上修为才能施展 一旦动用石头 他的神帝领域会在短时间内提升五位以上的空间束缚 能将目标定住 并将镇压斩杀 当然 仙谷神帝那么牛逼的存在 自己肯定是拿捏不住的 他需要做的 仅仅只是将仙谷神帝多拖住以后 这就够了 当年我一个下界杂猫狗 连乞丐都跟我抢胜菜身饭吃 何曾想过自己有一体 居然可以对战威震诸天万劫的仙谷神帝 想一想都觉得令狗兴奋 就算能与仙谷神帝过上十招 一招 你这么有面子 以后出门装逼 那可就有东西可以讲了 狗三怀揣着激动的心情 朝着仙谷神帝刚刚重生的蛮荒大陆降临而去 庞大的神 瞬间就锁定了仙谷神帝位置 蛮荒大陆 疯 何方妖孽 竟敢拦住本地去路 狗三须空降临 歪嘴一笑 仙谷老 还不速速投降 无奈陈远神尊灰险 第二只卖正道 狗三神帝誓言 你的行踪已经暴露 马上就会有神界大军前来将你镇压 我奉劝你老老实实地束手就擒吧 别再负于顽抗了 狗三内心十分紧张兮兮 对着昔日神界第一强者 说出这么强势的话 他待会不会把我给打死了 但想到自己现在也是有背景 有势力的狗子 一名所 打狗你也得看住人呐 现在什么阿玛狗 也敢来本地面前放肆了 找死 仙谷神帝目光一鸣 浑身上下爆发出一只不得杀意 宛如狮山眩 笑天神曲 紫禁神 见面就放了大招 面对这么牛逼的神界第一强者 见面不放大走心 就在这刹内之间 天地为之巨铁 弃海为之翻骨 只见狗三本然变身 化为了一条紫禁色的威风神圈 它体型开始变强 不一换 就变成了一只身高三万米的超级巨狗 在紫禁神盲的照射之间 整片空间都仿佛被禁锢 背负上了一层紫禁节 这是神帝中期的狗腰 它居然比我还高了一个境界 不 是上读紫禁神犬血脉 仙谷神帝顿势如灵大敌 它画自在大 天狗咆哮 好 紫禁啸天神犬传承灭 天狗咆哮 此法一旦失净 可专门打断对手师徒 进行原神震慑 只要对手的法术神父没有完整 可以强行中途打断 并且让对手遭受防射 当然 对于顺发技能 则是无效 原能老六施展一天神套 直接就被中途打断了 当场受到技能反射 喷出一口老血 岁月之中 传承逆法 天狗吞运 不好 我的神通被克制了 岁月之中虽然防御无敌 可无视任何物理攻击和防术攻击 可他的天狗吞运 能将我强行束缚在他的领域之中 慢慢进行消磨 我这个神通秘法最大的缺点 就是不能长时间维持 否则对自身消耗极大 而他这个神通 简直就是专门克制我 这到底是哪里冒出来的高手 为何一个第二只卖正道的狗腰 都可以让本帝陷入如此困境 我不能再和他拖下去 他有原兵我没有 必须速战速决 狗东西 当我折死 仙谷领域 过天一击 传承秘术 紫禁狗爪 轰隆 两大神帝强者 瞬间打得难分难解 居然不分伯仲 仙谷神帝不亏是绝世强者 他修为现在只有神帝初期 居然硬是跟神帝中期打成了平址 狗三这个时候才发现 仙谷神帝似乎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 他重生复活之中 修为境界大跌 现在居然比自己还低了一个境界 那还怕个毛啊 没想到当年威震 诸天万戒的仙谷神帝 现在居然这么拉拉 狗三越战越勇 打得信心十足 因为原兵马上就要到了 到时候你小子就等着被群起而攻之吧 反观仙谷神帝 越打越着急 越打越劣势 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能继续耗下去 这种心态下 反而发挥得更好 此今啸天神拳有极强的锁定能力 一旦被锁定弃 就算你跑到天涯海角都没有 轰轰 只见那虚空中再次开启一道空间门户 妖月 鬼翼 龙女 三大至高强者 忽然降临而来 仙谷神帝面露绝望之色 他知道自己跑不掉了 于是面对狗三的紫金狗嘴 他干脆放开了门户 便由那锐利无比的爪 将自己撕成粉色 一代绝世强者 仙谷神帝 刚重生复活不到一个小时 又被打死了 狗三此时彻底猛逼了 我打死了仙谷神帝 那个阁断忘了 镇压一切 横扫朱天的神界第一强者 居然被我打死了 狗三自己把自己给震惊到 妖月 鬼翼 龙女三人也有点猛逼 他们没想到夕月的绝顶存在 现在居然这么猜忌 连狗三都可以将他镇压 快 雕族大能狗三神帝 独自镇压仙谷神帝 将其斩杀的行为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传遍了朱天万计 亿万仙朝 宗门 世家 散修 三族无数强者 集体为之震惊 狗三神帝大名 瞬间席卷万计 一战成名 扬名立万 名动天下 无数狗妖 瞬间将狗三荡成了心中最高崇拜的武器 简直就是为狗服争光 其他牛妖 猪妖 猴妖 此时也都憋着一口气 鬼族几位神帝此时也坐不住 这么连狗三都能斩杀仙谷神帝 我要是遇到了 没准也能斩杀 仙谷神帝现在已经不行 但是杀了他 可以一战成名 下次仙谷老父 绝对不能让别人把人头给抢 仙谷老二 你往哪里跑 落在我鬼强神帝手中 这回算你倒霉 咔嚓 仙谷重生三分钟 当场就领了河饭 实在是无趣 昔日威震诸天万劫的仙谷神帝 没想到现在境界居然跌落到半部神帝的死 斩杀他根本就不准备 太弱了 传令下去 仙谷赋予完抗 此不投降 最终与鬼强神帝大战三百回复 终被鬼强神帝强势斩杀 是 鬼强神帝强 交出人数 他再怎么样 也会给本帝一个面子 至少是第二只卖正道吧 以本帝的抵御 只要没有人一直追杀 能够一个安全的修炼环境 相信要过多久 就能重新恢复半部神祖修为的 我觉得 其实也不是不能变通 咱们没有必要拿鸡蛋去碰石头 果然经过了一番现实的无情打压之后 那桀骜不驯的仙谷神帝 终于变圆滑了 也终于肯放低姿态 其实元能也想过这个问题 但是他没有投降的滋补 元能自言自语的冷声说 我不可能归顺陈元血 若我归顺了 就等于放弃了系统体战所 我的随身系统一定会解绑 到时候没有悟性系统的加持 我可能就是个最苦难的修炼体 归顺陈元所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这是我不能接受的 仙谷继续一脸无奈地说 元能小友 其实你可以放下这个执念 根据本帝的判断 只要你修为实力突破鸿蒙真神之计 系统对你的帮助 基本上就已经微乎其微 再强的服务 终究不如自尸 天道循环 有舍才有德呀 元能冷声笑道 仙谷老 你的野心终于暴露了吗 但我放弃随身系统 恐怕你会第一个将我的元神 彻底吞噬量 但本座又何尝不是再不觉 经过了数十次的重生复活 你的元神之力早已虚弱到极致 现在你已经没有足够的力 来抵挡系统之力的骨杀了 你要干什么 当然是彻底灭了你 你不过是一只藏虎 而我元能乃是天命主角 系统拥有者 岂能被你阻挡 系统抹杀仙谷元神 系统抹杀开启 抹杀中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连你也被判本地 你不甘心啊 抹杀完成 恭喜宿主彻底练化半部神组元神 奖励物性叠加升级为一千一百 宿主在数十次的重生复活中 不断感受众生之力 恭喜宿主领悟重生奥义 大富博数 很好 练化仙谷元神 我的物性天资已经叠加到一千一百 现在 我终于拥有了赶超沉眼的资本 这一切 很快都会结束 就在元能老六恋化仙谷神帝元神的一瞬间 他的行踪 很快又被人发现举报 主要每次人束缚 都会降下天地一想 这种情况下 想不被人发现都难 所有每次刚一附 立马就会有一堆神帝强者将他 将他活活打死 这次自然也独立问 朱刚神帝歪嘴笑道 仙谷老乃 你往哪里跑 这次可算是被俺老朱给带住 你能死在我朱刚神帝身 足以自傲 你们无非是想要人数罢了 为了抢夺人数 陈元小儿无所不用其极 使出了此等卑劣的手段 不仅将我屠戮数十次 更是让你们这些低贱的谋意 来辱莫我仙谷神帝的威名 此等卑鄙无耻的行为 简直令人发指 你回去告诉陈 他这辈子都别想得到人数 就算我将人数撕毁 就算我行神俱灭 永世不得超生 我也绝不会如他所愿 元能抬手便祭出了人数 瞬间将其撕成粉碎 仰天大笑 朱刚神帝一脸愤怒地将其打死 随后陈远就听到了人数被撕毁 仙谷神帝行神俱灭的消息 陈远听闻这个消息后 当即皱了皱眉头 那人数乃是至高规则所化 等同于鸿蒙神器级别 怎么可能会被轻易撕毁 陈远掐指一算 发现仙谷神帝的气域 已经彻底灭绝了 仙谷老儿真的死了吗 还是说 他已经被元能老六彻底练毁 元能有系统附深 他的存在 连红龙金书也无法锁定 若是完整的红龙金书必然可 只可惜 缺了人数 这老六实在太能跑 生命力比狗还顽强 怎么样都打不死 不归是系统拥有者 陈远莫明体会到 其他强者要杀他时的绝望 就是怎么样都打不死 还越打越强 越打越难对 这就是拥有系统的变态之处 不过无所谓了 要不了多久 本体宇宙就会进化为超大型宇宙 届时宇宙之力辐射诸天万界 整个深渊世界都会被我逐步吞噬中 成就红龙真神之境 指日可待 届时一念掌控万界 无所不能 陈远所面对的对手 根本就不是一个圆能老虐 而是至高红龙始祖 这才是真正难以逾越的大事 当年的深渊始祖都失败了 陈远即便完全吞噬了整个深渊世界 他最多只能达到红龙真神巅峰的始 与当年的深渊始祖不算夺主 但和红龙始祖相对 终究是难以逾越的红风 繁界 天云大陆 圆能老六在一个破旧的小山村里再次重生 这一次没有引发什么天地异响 仅仅只是一道金光异省的事 圆能重生后 立刻动用秘密 封印了自己的修为 隐藏所有气息 他衣衫蓝绿地装成了村口一个草饭的情 天空中隐隐约约有几名修仙者遇见飞子 奇怪 这附近刚才有一道金光从天而降 似乎是仙气出世 怎么一晃眼的功力 就不见了 师兄 你说那道金光 会不会是仙谷神帝重生一喜 我听宗门长老说了 只要发现了仙谷神帝重生了一期 举报成功后 就能获得巨额丰盛 那奖励甚至能直接飞升仙子 获得长生谈讨 小师妹切不得好高物 这种重大价的运气 又怎么会对咱们撞见 而且最近燕神殿的修仙博主 刚刚发布了重磅新闻 听说仙谷神帝已经彻底灰飞烟灭了 连人书都被毁了 小师妹头头是道地分析 人书乃是天地至宝 怎么可能轻易被毁 依我看 这就是仙谷老儿自导自演的一出戏吧 目的就是为了骗过上界高层的追杀 这件事情先网上众说纷纭 但是我肯定不相信仙谷老儿已经死 而且上界陈远神尊 并没有撤销对仙谷神帝的举报通道 说明上界大佬也并不相信仙谷已死 此话一出 原能老六顿时更加紧张了 卧槽你大把 陈远小儿太多疑了 为啥就骗不过他 岂有子女 简直欺人太甚 一个体型肥胖的村座 汉原能衣衫蓝褛 于是端着一碗狗饭递了我 那个要饭 看你肯定 这碗狗饭就给你吃了吧 我家皇不爱吃 正好这是 有几名修仙者从天而降 原能看着眼前的破路 里面浇灌着圣派圣饭 这特么明显是狗吃过的我 岂有此理 我乃原能真是 大到天尊 无造万物 连仙古神帝都被我谅了 你特么居然给我吃狗饭 竟然如此羞辱本座 本座绝不吃狗饭 师兄 这个乞丐好奇怪 他好像一点都不饿的样子 人家遵速给他吃食 他居然有点嫌弃 原能文言 当即抢过狗饭开始狼吞虎咽 味道好像还不错 原能一顿狼吞虎咽 慢点吃 慢点吃 这孩子真可怜 你要是觉得不够 我家还要 一条大黄狗看着原能吃自己 当即对着原能老六咆哮起 望望望 一副凶神恶煞的文明 居然连一条反狗都敢咬本座 气啥我也 吃完狗饭 修仙者也离开了 原能找了个没人的你 一阵狂怒 太有趣了 嗯 太有趣了 本座绝对不会忘记这段屈辱的历史 沉原狗贼 今日你逼我吃狗饭 他日我这么定要让你吃狗屎 此等奇耻大人 无必让你百倍成兽 原能这不是真的有点惊弓之鸟 他这波大可杀了这几个修仙者 随后逃之夭夭 但是一想到杀了这几个修仙者 背后宗门肯定会敞开掉 说不定就把他给举报上去了 现在所有凡界 大陆 在燕神殿的布局之下 基本各大宗门 各大世家 各大修仙王朝 已经全部开通了先王 举报流程变得异常简单 随时都会引发大能强者万贼 原能现在修为已经跌落到精神境 这种修为实力 神界有太多的大佬都可以将它镇压 他已经没有了纵横天下的资本 只能为所发育 仙古老儿一开始的策略就是 他想屠戮万计 炼化万计生灵 以此快速恢复自身修为实力 通过神祖之境 可是他已经失去了先机 根本就不可能战胜陈云 这么做只会让自己报了 真正正确的做法 应该是否 走到天荒地老 让所有人都相信仙古神帝已经远落 我暗中悄悄为所发育 凭借一千亿被无信天资 必能重回巅峰之境 当然 原能也不是没有想过离开万计深渊 但是离开万计深渊后 没有了百万倍时间加速 他与陈远之间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系统挑战赛根本就不可能赢 等着吧 就算你陈远真的吞噬了诸天万计 最多也就是鸿蒙真神的实力 只要我也能突破鸿蒙真神之境 我原能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一千亿被无信天资 加上仙古神帝毕生修为感 加上庞大的原神本源之力 再加九转不死神功 我原能迟早能奥利于混沌之天 正到鸿蒙真神 原能发下红怨 这波他的心性变得越发坚韧 时光飞逝 岁月如梭 一晃眼 一万年就过去了 原能在天云大陆上抖了一万年 每隔五十年就换一次身份 他封印自身修为万年 以凡人之躯 感悟世间沧桑 居然真的被他感悟出了凡心大力 他似乎终于明白 仙古当年境界不够 就算真的给他吞噬诸天万计 他一样无法挣到鸿蒙真神之际 最多只能是个鸿蒙吻生 万年时光过去 终于这世间 似乎没有人再会讨论起仙古神帝 时间 终于淡忘了一切 本作业终于可以解开封印了 就在原能解开封印的时候 陈远的本体宇宙 终于将诸天万计完全包裹 世界术第六之脉诞生 正到名额增加到一万多亿 陈远很快发现了原能老命 但并没有打草精神 他倒想看看这家伙到底想干什么 似乎原能在这一方世界 所感受的一切东西 全都会被陈远自动打 这也许就是鸿蒙真神之际 由于凡界灵气实在过于西部 他只能在虚空中吸取零 所以进度并不快 但却稳度提升 一千年后 他重回古神之际 一万年后 他重回神帝之际 十万年后 他重回神帝巅峰之际 五十万年后 他突破半部神祖之际 很快 九十万年过去 原能收尾达到半部神祖极限 按照混沌海的时间来 一年时间差不多也过去 距离系统挑战赛的日期 只剩最后一天 陈远 这一期 不会再输给你 当年仙主没有做到的事情 我来做 当年我所遭受的所有虚拟 我必将让你百倍偿还 我以繁星无等 于时间长河之上正道不省 一念永和 今日我必将突破鸿蒙真神之境 原能目光中爆发出自信的光芒 原能并不知道 他的修行感悟画面 从八十万年前开始 就已经被直播了 而且他的修行感 还被陈远提炼了 当成了阎神殿内门弟子的学习教程 每人一百 这让阎神殿内门弟子 一个个都少走了很多弯路 毕竟是一千亿倍的悟性天资 他所感悟出来的东西 还是很有教学意义 不少阎神殿弟子 都因此受益匪起 其中有人领悟了他画自在大 有人领悟了岁月之中 有人领悟了虚空睡 有人领悟了九转不死神光 等等诸如此类 但是随着原能的修为实力越来越高 很多阎神殿弟子就有点跟不上 可能研究一种神通 学习一种功法 都需要穷尽毕生之力 他们没有原能那么强的悟性天资 但是幸好人多 可以将原能的修行感悟 分成一个群组进行讨论 深刻剖析其中的要点 有几百万 甚至几千万的燕神殿弟子 共同讨论 不断进行总结 聚集所有人的智慧 其中不乏一些智慧超群之辈 还能举一反三 这就导致原能领悟的东西 被深入研究进化 甚至超越了他 毕竟你只有一个人 而我们背后 站着无数人 得益于原能的教学示范 燕神殿在这几十万年之内 诞生了无数顶尖强者 并且一个个战斗力 都远超同级强者 其中古神竟强者 诞生了足足一百万之多 神帝竟强者 诞生了一千多人 其中主卖正道者 全都突破了半部神祖之境 就连狗三 浩军 现在都成了半部神祖 很好 得益于原能数十万年的修行感 我终于明白了自身的不足 鸿龙真神之境 原来是这样的 今日我要月神帝 感悟至高鸿蒙大胆 于时间长河之上正道不行 一面永恒 可存在于过去 现在 未来之间 不死不灭 超脱自我 掌英国 痛轮回 自成无上大 世间无我 世间一切皆是我 妖月神帝天资超凡入圣 就在原能正道鸿蒙真神的一瞬间 他居然后脚就正道突破 这一瞬间 他身上所有的修为力 仿佛全都自我消散 一切气息威压 都归于平凡 可是明明他没有了任何修为境界 他的双眼却仿佛能够动翻望 行走之时 不受任何天地法则的数 超脱一切 可随意穿越时空 可随手改变天地规则 他说光是黑暗的 光就可以是黑暗的 他说光线传播的速度是硬 光线传播的速度就可以变成硬 他说水可以烧死 水就可以烧死 他说火能冻死 火就可以冻死 鸿蒙真神 可一面更改万物规则 几乎无所不能 甚至一个眼神 可以杀死几千年后的猛 妖月神 你既然已经正道皇王 我鬼异又岂能落于人口 从今天开始 我鬼异将化身宇宙六道轮回 接引诸天亿万星河亡灵 回于地主 帮助其投胎转世 给宇宙众生亡灵 一个安息之所 地府轮回 现 鸿蒙大道 我鬼异今日也将证得 鬼异神帝终究是天资不足 需要借助神化地主 才能证到鸿蒙真神之计